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傲慢与天见与僵尸 由于英国在扩张时带回了僵尸病毒 无数民众因此变成了对大脑饥渴的嗜血怪物 而不久之前,得到情报的达西上校追查到了防护森严的尼日飞庄园 他成功通过检查见到了庄园的主人 而他此次前来是为了一种新型的僵尸 这种已经变异的僵尸完全可以像人类一样继续生活娱乐 通过石斧苍蝇的指引,达西成功锁定了变异僵尸 并训练有素地将其击杀 可庄园主人出于礼节竟然没有将他外孙女的情况上报 结果整座庄园很快就遭到了丧尸的血洗 在贵族建立防御型庄园之前 他们都居住在被城墙和护城河保卫的内陆之中 可百密总有一书 进化的僵尸还是攻破了其中一条进城的桥梁 在经历了恐怖的袭击后 国王便命令士兵拆掉了所有进城的桥梁 只留下了一座桥梁供大家通行 随后为了更好的自保 贵族们又不远万里送子女们去中国和日本学习防身术 而自幼休息中国少林功夫的班纳特五姐妹 更是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长成了婷婷玉丽的美人 由于尼日飞庄园原主人离世 一位名叫兵力的年轻贵族便买下了整座庄园 并在入住后准备举办盛大的庄园舞会 而除了孤高冷傲的丽兹 其余姐妹都对舞会深感兴趣 无奈之下 丽兹只能与兴致勃勃的姐妹们一起装备好了武器 然后前去参加了舞会 引起年轻人的玩闹情绪 班纳特夫人显然更希望自己的女儿被年轻有为的兵力相中 在得知同行的达西更有钱后 他对达西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让他喜悦的是 兵力与他的女儿姐一见钟情 并很快共舞了一曲 可兵力很快发现 自己的好友达西依然在一旁发呆 于是他建议达西邀请同样年轻貌美的丽兹共舞 但达西却对丽兹的容貌不太满意 结果他的话正好被丽兹听到 正丽兹撞碎了桌上的玻璃器皿 当众出丑的他也随即离开了舞会 可就在他偷偷抹泪时 庄园的前主人竟然出现在丽兹的身后 对方显然理智尚存 并想将一个秘密告诉丽兹 但他却被外出查看的达西一枪爆头 紧接着热闹的舞会 便被突然出现了僵尸打乱 训练有素的五姐妹则毫不慌乱 他们拿出了裙子里的武器 并迅速开始了反击 与僵尸战斗的丽兹勇而不失优雅 她独特的气质立刻俘虏了达西的心 混乱过后 五姐妹回到了家 简看出了丽兹对达西的好感 但丽兹却不愿承认 第二天 对简充满好感的宾利发出了邀请 于是简在母亲的催促下 起码前往了宾利的庄园 可让简意外的是 随着大雨的来临 她不幸遭遇了僵尸的袭击 虽然她及时击毙了其中一个 但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僵尸 却让她大吃一惊 由于简的手被走火的毛色枪弄伤 高烧不退的简 只能暂时留在了宾利的庄园 担心姐姐的莉兹则很快赶了过去 达西为了确认简是否被丧尸咬伤 便再次放出了石斧苍蝇 可眼疾手快的莉兹 却将这些温温乱飞的小东西抓获 并告诉达西 她的姐姐只是被火枪误伤 第二天 班纳特夫人本想带着所有女儿 住在宾利的庄园内 但在莉兹的刻意阻止下 依旧虚弱的简 只能坐马车回家休养 而回到家后的简也很快康复 只是少女们又从父亲口中 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那就是当父亲死后 一家人居住的庄园将会按照传统 由他们一个远房表哥 克林斯继承 于是为了留住庄园 班纳特夫人便希望 克林斯能够迎娶她的女儿 而由于简与宾利发展良好 她只能向克林斯推荐了 同样美丽的莉兹 虽然不满于母亲的决定 但莉兹并没有发作 之后 五姐妹与克林斯一起前往镇上 看望姑妈 途中 他们见到了镇上驻扎的兵团 并巧遇了同样英俊潇洒的维汉中尉 在得知中尉也因出身 被达西伤害过后 莉兹立刻对分度翩翩的中尉 产生了好感 而为了庆祝简的康复 兵力当晚在庄园内 举办了盛大的舞会 中尉也在莉兹的邀请下如约而至 可就在莉兹来到偏房时 她却发现管家遭遇了僵尸的袭击 于是她随即拉着兵力一起前去查看 但兵力很快就遭到了袭击 此时 莉兹才发现 厨房里到处都是僵尸 为首的女僵尸还告诉莉兹 是一位新朋友将他们放了进来 危急时刻 达西及时出现 并迅速消灭了所有威胁 庄园的两次遇袭 让兵力心灰意冷 达西为了保护兵力 也暂时关闭了庄园 然后将她送回了伦敦 而克林斯则在班纳特夫人的鼓动下 向莉兹求婚 可莉兹却立刻表示了拒绝 为了接手自己对爱情的信仰 莉兹在与母亲大吵一架后 便离开了家 独自跑入林中的她 巧遇了中卫 在中卫的邀请下 莉兹前往了圣拉撒路教堂 可她很快发现 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僵尸 原来 有些活死人不愿吞食人脑 他们也保留了一部分人类的理智 而教堂就像是一个灰色地带 是改变人与僵尸关系的关键 丽兹听闻立刻支持了中卫的做法 可她回家之后却发现 妹妹夏洛特 竟然答应了克林斯的求婚 但在结婚之前 夏洛特必须在女伴的陪伴下 夜见克林斯的资助人 凯瑟琳夫人 于是丽兹接受了邀请 一同前往凯瑟琳的庄园 会见这个传奇的女见客 而在丽兹的引荐下 中卫也得到了和凯瑟琳夫人面见的机会 中卫思路清晰地 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凯瑟琳 在她看来 如果不跟这些活死人联手 人类世界迟早会在僵尸的攻击下崩塌 可中卫的一番话 在这些僵尸杀手面前就如同笑谈 于是在被耻笑了一番后 中卫愤怒地拂袖而去 深夜 无法入睡的丽兹外出散步 结果却在后院见到了不请自来的中卫 中卫则试着说服丽兹与她私奔 这让丽兹觉得中卫有失分寸 她随即就拒绝了中卫的请求 可中卫在离开之前 又说了一些让人难以琢磨的话语 让回到床上的丽兹辗转反侧 第二天 醒来的丽兹在偏房遇到了突然出现的达西 她没想到达西早就对她心生爱慕 并在此刻向她求婚 但她昨晚已从中卫口中得知 达西竟然让宾丽与姐姐姐姐分了手 因此她对达西十分厌恶 并拒绝了达西的求婚 丽兹的一番指责显然出乎了达西的预料 她不但躲闪着丽兹扔来的书籍 还与失去理智的丽兹动起了手 可她一直控制着出手的轻重 而在被丽兹狠狠地拒绝过后 深受打击的她最终伤感地离开 虽然丽兹也早已爱上了达西 但高傲的她却不愿低头承认 而达西则在离开后写了一封信给丽兹 里面清晰地陈述了她遭到指责的两个原因 由于丽兹的母亲在宴会上失态 达西误认为姐姐也是为了兵力的财富而来 于是为了避免朋友感情受伤 她及时止损将兵力从简的身边带走 除此之外 她还告诉丽兹 中尉其实是她父亲当年收养的孩子 而父亲在承诺给中尉一大笔钱后 便突然感染了僵尸病毒 达西只能亲手杀了父亲 便按照约定将那笔钱给了中尉 可她没想到 中尉很快就将那笔钱挥过一空 并不断向她索取 在遭到达西的拒绝后 中尉又将魔爪伸向了达西的妹妹 幸好在达西的阻止下 中尉的奸计才没能得逞 不仅如此 前往伦敦作战的达西还发现 僵尸们就像有人暗中操控一样 因此她再三叮嘱丽兹小心 达西的信已澄清了一切误会 可后悔的丽兹顾不上哀伤 便赶忙将城墙可能失守的情况告诉了家人 此时 丽兹才得知 中尉为了报复她的拒绝 竟然暗自拐走了她的妹妹 于是为了找回妹妹 丽兹与简又结伴前往了教堂 而其余家人则前往了凯瑟琳的安全堡垒 在赶到最后的防线后 简与兵力终于相见 达西也得知 丽兹的妹妹可能被中尉带往了教堂 而为了丽兹的安全 达西便谎称 教堂早已被移为了平地 接着 达西又偷偷前往了教堂 并准备孤身救出丽兹的妹妹 虽然到达教堂的达西很快就找到了女孩 但早已恭候多时的中尉却却站了出来 她本以为自己身权在握 结果没想到达西竟然偷偷用人脑污染了贵族们的圣餐 于是原本理智尚存的僵尸彻底羡慕了疯狂 达西则趁乱救出了丽兹的妹妹 并让她骑马顺利返回了阵地 而由于愤怒的中尉很快追了上来 达西只能持见应战 但她惊讶地发现 中尉早已被感染 就在达西即将毕命之际 丽兹赶了过来 她不但救下了达西 还在唯一的大桥炸毁之前 成功带着达西返回了阵地 而眼看达西陷入了昏迷 丽兹也终于将一直压抑在心中的情感吐露了出来 最终 由于大桥被毁 僵尸之灾暂时得到了控制 众人也住进了凯瑟琳夫人的豪华庄园 而在误会澄清之后 丽兹和剑也与爱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贼心不死的中尉很快就带着僵尸大军 冲向了安全要塞 达西与丽兹等人也迎来了最为严峻的考验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